本土疫情升温持续冲击着经济 台北市长顾问哲宣布台北市将投入28.5亿 推出九大纾困措施 主要针对受影响的产业或劳工提出补贴 盼能协助市民度过疫情难关 不过是这样 因为在2020跟2021 已经有两次的纾困的经验 所以大概原则上是这样 我们台北市要做纾困 要纾困到什么程度 还是要科学根据 用捷运的运量是最准的 因为人流代表金流 既然我们大概捷运的量降到50% 所以我们就比照2020年的概念 我们的房租 原则上公营场地的 做营业的就降50%的三个月 那我们这九大的纾困措施 简单的讲就是减租减税 延租延税 这一次提出来的九大纾困措施做一个说明 那首先是在税的部分 那税的部分有两大项 主要是延税和降税 那延税我们针对五大税 五大的地方税 包括房屋税 地价税 娱乐税 牌照税和印花税 只要符合下面讲的这些的条件 包括营业额有衰退达一定的程度 还有如果你有受中央的纾困 这些的条件都可以来跟我们的税捐处申请 就是延税 那最长可以延12个月 那或者是分36期 那这个适用的期间 那也随着就是中央的特别条例通过之后 我们也会延到明年的6月 那另外降税在房屋税的部分 如果你是做营业使用 那但是如果你有停业 那你的面积有缩减的话 也可以来跟税捐处申请 税率3%降到2% 那在娱乐税的部分 我们其实台北市是特别的 我们在过去两年 我们其实通过了自治条例 我们娱乐税减征是减半的 那减半是到今年的6月底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要预计要延长到明年的6月 那这个还要再修自治条例 那修过了之后 我们预计就会延长到明年的6月 那在租金的部分 刚刚市长大概有提到了 就是跟室友 公有的室友不动产 我们来做成租的 在租金的部分 我们有三项的纾困 那包含了减租免租 还有延租 减租大概 做营业用的部分 我们大概是减5成 那如果是做住宅用的 我们是减2成 那如果你有转租下去的话 我们也都会要求 你要回馈给实际的使用人 那在免租的部分 当然如果你的营业面积 有做一些缩减的话 你一样可以来 给我们申请免租 延租的部分 符合一定的条件 也可以来申请延后6个月来缴租 那另外针对促餐的 OT还有ROT的一些案件 如果在我们实施的这段期间 5月到7月 如果你的营业额有衰退的话 也可以依衰退的情况 来跟管理机关来做申请 就是延长契约的这样子一个申请 优息主要是针对 跟我们动产职借处 有做职借的 那在这三个月的话 如果你符合一定条件 也可以来跟动职处申请 月利率可以减0.18% 那针对企业融资 针对就是中小企业的部分 那我们产发局 他一样有提出就是减一代 那最高是可以到80万 那他其实在审核来看的话 其实他的程序都是非常的快速 那也希望可以帮助 所有的市立的中小的企业 那另外如果你现在 还在贷款当中的话 那贷款的本息 如果你要展延的话 我们都可以协助 展延最高是到6个月 那另外补贴的部分 我们这边提出了几项 那包含第一大项是 针对就是防疫需要住宿的 那住宿的部分 住宿的人5月9号开始补贴 最高7天是3500元 那如果是防疫旅馆 他的部分的话 每天最高补助是2400元 那另外针对公车业者 因为刚刚市长有讲到 其实在这段期间 我们知道大众运输的运量 其实他的变化是蛮大的 大概都接近到5成左右 所以供运处这一次也提出来 针对市区公车的部分 这三个月每个月 每一台大概补助8000元 那富康巴士 每个月是补助 每一台是1万元 那另外教育局也提出了三项 就是补贴和补偿的部分 那包括就是 就是停课期间的 5月23到27号停课期间的 幼儿园的部分 私立幼儿园 那每个学生上线有1000元 那另外就是团善业者的部分 在停课期间的人事费用 还有他已经准备的食材的部分 那都可以跟教育局这边来做一个申请 那另外中央的隔离 检疫防疫补偿金的部分 每天1000元 这边社会局或是区公所 都可以来协助民众的一个申请 那最后呢 就是在劳工纾困的部分 劳动局这边大概也准备了 有8项的纾困的一个措施 那包含了就是安心关怀的上工计划 那等等总共有8大项 那也希望可以协助到我们所有的 劳工的朋友们 那还有包括我们劳工朋友们 失业劳工 他子女教育的一个补助 还有包含企业的部分 其实都有一些的补助的一些的措施 那刚刚市长总和讲了 就是我们目前推出来的 九大纾困的一个措施 那我们目前的经费 包含收入的减少的部分 还有支出总共合起来 大概是28.5亿元 那我们也希望 透过这样子一个纾困的一个措施 那可以协助本市的产业劳工 那大家一起度过疫情这个难关 这次纾困将追溯 从5月1号开始 直到7月31号 共实施三个月 会依照疫情状况滚动检讨 记者温文君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